今天所收听的是周末深河通 我是赵婷 哦 说到了这个清风 我突然想到呢 就是今天晚上七点半 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大会堂 有举办奇遇节的原演唱会 它这个是公益的一个演唱会啊 因为三年前呢 他其实有号召赵永华跟吴清风 举办慈善公演的演唱会 那这一次呢 也是不求回报呢 也回馈所有的朋友 我觉得很棒哦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参与 因为他这个锁票 已经锁票一空的话 那就请大家随时的来这个搜寻一下 新闻应该就可以了解了 三月份呢 感觉春暖花开啊 而且一切呢 有一点欣欣向荣啦 我们还是要想朝着正面的想法 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说春天来了 春天呢 其实纷纷扰扰啊 国际的局势 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啊 甚至如果说是比较的话 台湾是相对比较安全 不管是在疫情上头 或者是可能大家说的局势上面啊 但是呢 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跟我年纪差不多 我们从小好像就是被吓到大 就是好像常常可能会有战争 那有些有一派的人说不相信 有一派的人就很害怕啊 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富贵险中求 还是呢 不是所谓的险中求 我们只要拉长时间 定时定额啊 就可以呢 让自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现金流啊 而且每个月呢 都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今天很高兴呢 为大家邀请到这位不得了 他应该算是在我们这个理财史上 你有没有说中国电视史 台湾理财史上一位传奇性的人物 诶我在讲股了 为什么呢 就是两支ETF 他可以出十几本书 厉害了吧 欢迎呢 这个乐活大叔师生辉 赵婷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真的是可以申请世界金色纪录了 对不对 我就是忠贞不二啊 一以贯之啊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管它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这两支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们的中广的 我们录音室是这样子的啦 我记得我们是这样做的 然后那时候你带了一个折叠 是折叠手机吗 还是小小的手机 对 然后你说 哎呦 你用iPhone啊 那时候我应该也是iPhone6之类的 5之类的 到后来不得了了 智慧型手机 你也买了 不 那一次是因为我那个Nokia 在有一年 2016年吧 一月份 很冷 结果就当机了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买不到 这种所谓的不能上网的手机 一定要买Smartphone 你军情局的吗 还是你是检察官 因为通常在军中嘛 或检察官才能用这种 因为我买卖股票 就这两支 根本不需要每天看盘啊 不需要盘中看盘嘛 那那个时候逼不得已才换 我还没有先换iPhone哦 我先换的是我们爱用国货 我先用ASUS 就后来 我以为你会用雪红阿姨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用ASUS 那后来到2020年 ASUS团也当机了 那不得已 因为那个时候通告很多 没有手机生活就过不下去了 就换了一支iPhone XR 就很好笑啊 是橘色的 橘色的 大叔带橘色的很丑啊 不会啊 所以我就加了一个黑色的套子 人家要买都还买不到 所以你现在是iPhone X啊 XR 对对对 我觉得很好了 我大概不会再换了啦 等到那个 你知道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合并吗 亚太被远传病了嘛 然后台阁大去并了那个台湾之星嘛 现在又变三大 三强鼎立 但那是系统商 我这个是那个硬体商嘛 我还是iPhone就好了 是啊 可是系统商他也许会跟你说 你那个上网吃到饱啊 对不对 以前三九九之战 现在可能六九九 就可以换一个手机了 其实我真的不需要吃到饱 我会很少追剧 追剧在家里看啦 我还是不太喜欢用手机 这么小的荧幕追 所以我其实用量不是很大 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新书 商周所出版的 你说你忠贞博二 但你也换了几个出版社 出版社的部分是要比较博爱一点了 每家出版社都希望找我嘛 那我之后 对对对 不能得罪所有的人嘛 就每一家都出一本吧 那商周是我第二次在那边出了 一张全票靠走道 那个是唯一没有写到理财的 唯一没有写到那两次 哪一家出版社的 那个是有路 那你要帮有路出一本理财啊 你让一本叫无脑理财数小资大翻身 你要让他转眼 对对对对 那一本书也卖得很好 为什么不这样开玩笑 因为诗大哥呢 他六十岁就开始去念了一个研究所 因为他从小喜欢看电影嘛 对不对 他后来也写了一本 看你的电影长大的 这样好害怕 真的讲不下去 可是我的电影是 已经不是小燕姐跟八大哥 八哥的那个阶段 我是李星导演那个阶段 对对对 那个海韵 有看有看 有看啊 我觉得我那时候演的还 很好很好非常好啊 从头到尾都在吃东西 因为导演都不知道小孩要干嘛 就拿个甜筒吃吧 拿个苹果吃吧 就这样子 好回到你那个喜欢电影嘛 所以你就去念了研究所 不得了啊 没有什么不得了 后来发现说 本来想写电影这个专业 没想到呢 还是写理财比较卖 对对 我觉得写理财 可以帮助到比较多的人啦 写电影 毕竟其实电影的书不好卖 因为很难有共鸣 因为我写一部电影 说不你没看过 但写理财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 都很焦虑这个事情 我写理财 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 所以我努力的写理财 是 不过呢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 像现在这样动荡的社会 你就很难讲啊 很多人都说 不会打 不会打 就打起来了 不会怎么样 就怎么样了 那甚至很多人就说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也怎么会想到说 如果我是俄罗斯人 我若不注重政治跟理财 我怎么会知道 我的东西可能都不能买卖了 我被封起来了 我不能出国了 那个黑海也已经 就封掉之前嘛 怎么会 所以理财这个东西 还是要关心政治 我觉得关心归关心 但是大家不要 自我去预测这件事情 我在理财上 最重要的理念就是 我不知道 才是正确答案 俄罗斯跟乌克兰 要不要打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知道了 叫普丁 拜登都不知道嘛 那你又何必那么焦虑呢 我觉得就是在 不知道状况下 怎么去买一只股票 投资一只股票 可以让你安心 睡得着觉 我觉得最重要 川普好像说他知道 川普前一政府的讲说 我在任的时候呢 你有看到 我是唯一俄罗斯 没有在动的 动物的时候了 我觉得其实一般小老百姓 不太可能知道 就甚至大概一两年前吧 很多人在我的演讲的场合 问我说 老师两岸会不会开战 我说我不知道 不能因为害怕开战 什么事都不做 万一 不是万一了 我们当然希望没有了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时候 你其实是耽误到 你可以赚钱的机会 我觉得赚钱 就是要让自己睡得着 不要去做那种投机的生意 投机的投机 那因为其实台湾 现在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 跟日本一样 也就是说 所以你现在 跟大家讲的这个理念 这样的概念 很多人都很喜欢 因为大部分很多人 都五六十岁了嘛 他手上有个现金 他也许以防良老 但他那个钱 他其实 他只是求个安心 他其实就可以做投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就来谈谈 ETF实战周记 所以投资还是要有毅力 52周 大叔就写了52篇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如果说你很喜欢理财 或者说你要支持 这个很厉害的理财的 一个轻松推广者 就是大家要买 十大哥的书 因为他其实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他不见得每个演讲都去 他也是要看情形 你去演讲 当然跟酬劳也有关系 但不是最大的关系 对不对 我的演讲有个原则 就是在我的厂子里头 不可以有行销的活动 因为我的演讲 都是跟理财有关 当然很多金融业 希望邀请我 但他在我的演讲 会行销他的金融 前后可以吗 我都不要 我勤勉不参加 因为金融商品本身 是有点风险的 我永远只讲那两次 为什么 其他的ETF不讲 不是说其他的不好 而是说这两只 我已经让我赚到 安心稳定的钱了 我就不想花脑筋 再研究别的ETF 就那两只 其实0050 0056这个ETF是原大 原大 他算造势 对不对 他是2003年 第一只引进的ETF 就是原大 发行的005 其实我当时有买过 觉得很牛皮 对不对 然后我就问别人 就问到最后 人家说 50块以下可以买 我印象好深刻 我说 可是现在才52 他说 没关系 他一定会到50块以下 你看现在 现在是140块左右 我觉得这个就是 人生短短几个秋 其实很多的投资达人 会建议你一个价格 是很低很低的 你就不会买他 买不到 买不到 你买不到 就不会套牢 不会套牢 就不会骂他 只有我这种人呢 任何时间 我都觉得 是可以进场的 因为这个0050 跟0056 他们是50党 跟30党的组合 对 你不可能出现一个状况 是50家一起倒闭 30家一起倒闭 那时候我们可能 也没有办法渡海出去的 真的发生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就算了吧 像你看乌克兰 他还有内陆可以走 他可以慢慢走到波兰 不过这另外一个好处 我们还有海峡挡住 对不对 反而好一点 突然想到一个KTV 那个 我们俩花转彩虹岭 有没有 你的听众的年纪 可能没人听过这首歌 都没有听过 这边有听过的吗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 乔生有听过 你可能以为这是彭谣吧 ETF实战周记 就是你去年2021年 第一周开始写的 1月1号开始写 每个礼拜五写 每个礼拜五写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周期 一个规律呢 就是说我其实这些文章 都放在我的方格子订阅网站 有读者粉丝 网友来订我的这个文章 他订你文章 他们会不会 如果知道那个 有一个小小的 那个本来就是 智慧财产权嘛 使用者 有 会不会有人去 有没有人去转贴出去 没有关系啦 没有关系 我没有那么计较 我也没有时间 去抓这么多人啦 无所谓 就是半年150块 一年300块 够佛系吧 因为我觉得 你要订的 如果很贵 你干脆就买书嘛 所以我一整年的钱 差不多跟一本书一样 这是我的定价逻辑 就300块 你看52篇就对了 看52篇文章啊 但是其中 大概有40篇 是要订阅才能看啦 还有12篇是open的 任何人都可以看 会做一个比例上的调配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智慧财产嘛 就像我们 有人说 那你那么会说话 你就来帮我主持一下嘛 对 那我的工作就主持啊 对 我觉得订阅网站 跟书有不一样的功能 对 书是观念的分享 那订阅网站 因为有时效性 我就把这个礼拜 发生了哪些事情 我的看法写上去 书不可能有时效性 那后来 为什么要把这52篇 集结成一本书呢 因为有很多粉丝说 他想找我以前的文章 很不容易找 我干脆把它印出来嘛 印成一本书 你买回去 你想找以前的文章 很容易就找到 这样也对啊 凡你订了一年 或你买一本书 价钱差不多 差不多嘛 那不是 这本300块 再订300块 也不过才600块嘛 所以听众朋友赚到了 今天就是透过我们广播 但你可以捐钱啦 就是说 我不是说 不一定捐给师大哥啦 你听到你股票获利 你可以捐给慈善单位嘛 没错没错很好啊 我觉得这个金钱 本来就是流动的啊 而且我觉得看书很重要 免得被诈骗几段骗 对对对 很多现在诈骗 就在冒我的名嘛 但看过我说 就永远知道 我只讲两只嘛 0050 0056 怎么会带你去买港股 入股 我想问你 0050 0056 怎么可以讲那么久 然后你就是K线20就买 K线80就卖 这个 这个不变的定律 为什么大家从 你大概讲这个 已经讲了八九年了嘛 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一颗蛋你是会煮菜吧 一颗蛋有很多种做法吧 蛋炒饭 蛋炒饭 蛋炒蛋 荷包蛋 煎蛋 烹蛋 对不对 白煮蛋 对 蒸蛋 对 各式各样的蛋 对啊 它还是个蛋 还是个蛋 所以我的核心就是0050 0056 但是有一本书 我从小资族的立场来写 有一本书 我从这个 有一点经验的人方向来写 每一个 我从不同的角度来写 那我是比较有经验 那就要看这本书 看这本 ETF实战周期 为什么这本书是我历来说的书最复杂的 最复杂的 对 因为里头有一些是给这种有经验的人看 我真的觉得从第一篇看到最后 就是人生端端几个秋 你看那个股票就是这样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然后呢 你再看今年2022年可能也就是这样上去下来 就是今年我写的52篇明年再出一本 跌到一万你敢进场 没有错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今天邀请到师生会议师大哥介绍ETF实战周期 乐国大叔的52个叮铃啊 我们先来谈谈 就是说如果他都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那我怎么样靠005 0 0 0 5 6赚钱呢 我们到底是不是就不卖呢 我觉得不卖也OK 像现在指数在一万八千点左右 你就用定期定额要长期做下去不卖我也觉得好的方法 那为什么0050我比较喜欢做波段的操作 因为我是一个退休的人嘛 还是要点钱来过日子嘛 就经过短线的进出 比如说K小20相对低档买 K大于80相对高档买 再赚一个相对区间的价差 但是0056基本上我是领股息的 因为他的股息值利率比较高 现在才33块 去年还配了1块8 大概5.5% 非常好啊 不错啊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股价很牛皮 不太动 你看啊 就算人家讲说长荣今年 如果说他配20块的话 他可能指利率10点多 中刚说要配3块 但问你也许 也许你配了以后 他要涨回来 就有点 这种可能跟景气循环比较有关系 那0056因为有30支 风险完全分散 有的是景气循环股 有的就是那种很稳定的金融股 其实你根本就不要再选 我觉得选股啊 是投资股票最焦虑的事情 所以我从08年之后 就再也不选股了 只买0050跟0056 0056我大概在17年才开始买 因为那时候我也觉得 万点是高点 当然现在看起来万点不是高点 万八可能才是高点 但那个时候我就增加一部分 比较安全 你可能下一次出书的时候 其实看起来万八也不是高点了 两万五是高点了 所以我就说 我不知道才是正确的答案 没有人知道 那定期定额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方法 你不要再焦虑进场的时机了 你真的不要等到一万点 人生端端几个秋 是不是等个五年都没有 那你现在定期定额 有机会涨到两万点 你有掌握到赚钱的机会 跌下来更开心啊 因为你可以买到更多 凭良心跟听众朋友分享 真的股票跌到一万 你敢进场 没有错 那在2021年呢 他说这是股票跟疫情最好的一年 也是最坏的一年 这是一个谁讲的 这个是双成记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 我是文青嘛 去年 你好文青啊 去年是疫情最坏的年代 但却是股票最好的年代 很多人担心疫情不敢进场 就股市一路狂飙 其实这两个事情 基本上脱钩了 你看SARS的时候 大家觉得股票很恐怖 有人戴着口罩去买房 后来到现在就赚很多 那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呢 大家也就想到说 大家都戴着口罩去买房 你看房价长成这样 房子主要是台积电害的了 其实真的护国神山 台湾这城也台积电 败也台积电 不然不能说败了 就房价涨这么高 因为他到处去设厂 周边的房价就起来了 我最近看到一个影片 很好笑 是孙小毛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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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在脸书上有po吗 我有分享嘛 对对对 台积电我有两个方法 后来他被他带来KO 我觉得台积电真的是台湾之光 但我这本书上 也有写到台积电的一个操作法 台积电真的是好公司 没有人能够否认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 听说它是好公司 但是为什么 不是知道它是好公司 为什么美国那时候 道琼反弹的时候 台积电的ADR是跌的 是美国人在卖ADR吗 台积电的美国ADR 我觉得大家开始怀疑 台积电有这么好吗 因为很多人说 台积电会到1000块 但是这都是一个假设的基础 假设它每年的成长率多少 它就会到1000块 万一没发生 那这个目标价就不会来 所以我还是对任何目标价 抱着我不知道的态度 确老师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们上次有去上节目 确老师以前 如果你看它的影音 它好像四五百的时候 就说台积电会到600 它后来又说到1000嘛 但是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假设 所有的投资达人 投资专家的预测的目标价 绝对有一个假设的基础 对对对 假设不存在 那个目标价就不会来 有啊 我有说假设如果收到42公斤的话 哇塞 我那个假设 然后我就说修正一点44好了 再修正一点46好了 所以为什么不买个股 就是所有个股的目标价 都有假设嘛 那0050 0056没有 几乎是没有目标价 我想请问师大哥 就是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如果说很饿 我就不吃 不吃我就不会太饿 但我吃了一口之后 我就会很饿 也就是说呢 我不去做短线 你刚刚讲说你的0050 可能要做一些波段 我如果不做短线 我就不做了 但我一做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如果把它卖了 糕点我卖了 我就会 你知道散户就是这样嘛 我今天卖到160 那明天到157 我就会可能想买回来 其实有些人就是买到130 就是那个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 纪律比人性重要 在股市之所以那么多人赔钱 大家都是顺着人性做 最可怕的就是侥幸 纪律 像2080 不是说百分之百一定对 不可能有个百分之百 一定对的纪律 但是我从08年一路做到现在 其实大概百分之95都是对的 所以我就会一直的秉持这个纪律 当然啦 也有很多人说 事后来检讨啊 如果从08年一路报到现在 赚翻了 你知道08年不到30块 哪一路不到30 0050啊 他不到30块 28.53最低 他现在100多吗 140 如果你长报 报了13年 一定比我波段赚得多 就30万变140万 300万变1400万 对对对 绝对比我做波段赚得多 但是我觉得 那我怎么会知道 他会到这样子呢 所有的投资都是当下 你每一个波段都赚到钱 就很开心 而且这符合人性啊 你叫大家一路报 就像现在18000点 140块的0050 你叫大家长期报了 你现在all in一次长期报了 没人敢的啦 但是我觉得定期定额 因为他是长期的做 以后跌下来 你买的更多 涨上去 你继续享有这个获利 所以我觉得 长期的做定期定额 是最好的长期投资方 你all in的话 没有人敢 你就把它变成基金啦 因为像我们基金定时定额 就是可能5号 15号 25号 各扣1万 1万1万 那你买0050也可以 就5号15 25就各买1万 0050跟一般基金最大差别 一般基金看这个基金经理人 操作的能力 0050这种ETF 叫被动式的基金 他就是只能买台湾前50大的公司 你不可以给我买别的 你变成第51大 你过一阵就被踢掉了 以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宏达店 宏达店在1300块之后 当然是前50大 现在早就不在了 他有一个机制会淘汰 永远是前50大 所以这50大 可能有一家突然出事 某一天突然出事 一定的嘛 但是50家绝对不可能同一天出 所以风险完全犯 这里头有传产啦 电子啦 金融通通有 你想得到的大公司 通通有啦 台积电 红海 联发科 什么中刚 什么赵丰金 台数一定 台数 南亚 一定通通都有 这50家真的 不可能倒啦 万一有这么一天 我们今天也不用上节目了嘛 对对 不过你刚刚讲到的0050 就是说你会做波段 那0056 你书上有讲到 就说他去年 绩效不是很好 但他可以领股息 所以就是我们自己 如果说是退休人士 他必须把他的资金是 几层几层来放这两个 我觉得不是陈述的问题 是你的 你的特个性是什么 我觉得但是 退休的人其实要 比较要取得确定的收入 所以我比较倾向 你的0056 至少要一半 因为他每年5%的 配息 投报率 投报率 远远大于这个定存的0.8% 也超过通货膨胀率的3% 但是你也可以有一半的0050 享受他的股价的波动 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一千万的话 那士大哥说最少要500万 也许你700万 那如果你是一个很积极的 全部放0050 我觉得也OK啦 0050很积极的 那你非常保守 你也不想去 因为0050的波动比较大 你也不想去担心这个事情 就一千万通通买0056啦 那比例呢 我觉得我不能够建议 因为要看你的个性 那书上其实有一个很特别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讨论 有些人就是 你知道存股族 有一些现在都好多部落客 都存股族 他拿股息股利 就又在投入 那有些人就说 不会我赚的拿出来 拿出来我来买房地产 那这个看法你怎么看呢 我们休息一下跟大分享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ETF实战周记 乐国大叔52个叮铃 师大哥他自己的 有一些喜欢的一些ETF 但现在坊间有好多 什么00878等等 甚至有一个朋友很好玩 就是我有加入几个网站 他就会告诉你 1470 258什么什么配息的 对可以让你每个月有配息 没错有这个 对有人这样写嘛 然后我就想说 哇塞我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 这是在打麻将吗 拼147 带147万 带二桶 258万 带 他就是说 他有个现金流 就是你一月份可以领 我觉得这非常好 但是我为什么 一直只买这两支 我懒得去研究 我觉得研究别的 CP值不高 因为这两支 其实这两支 在去年台股ETF的排行榜 31支 不过排第20名跟第21名 还属中后段班 前面有一些是比较策略型 00878 00878大概也在中后段 我觉得0050跟0056 我是一个举例 甚至是分享我的投资经验 个人的经验 并不是说推荐 像0050有一支 很类似叫006208 我觉得OK 0056有一支 那个兄弟 叫00878 会觉得OK 但是我的建议 就是大家去买 自己熟悉的ETF 而不要去买 人家推荐的ETF 人家推荐ETF 比如说那种产业型的ETF 我觉得你如果在 5G的产业 或者电动车的产业 元宇宙的产业 你当然可以买 像大叔这种 完全没有资讯的人 我就不敢买 我请问去买 那个风险 因为元宇宙就是 完全集中在元宇宙产业 万一这个产业没有那么好 或电动车产业 对 所以我基本上是 不太去碰这个策略型的 国际嘛 越南ETF 签证很夯嘛 对不对 我还是不买 不是啊 对啊 你不买嘛 但你有写一篇嘛 越南ETF 然后 那印尼阿姨 每天 你看 印尼的这个外汇 都是靠这些阿姨们 汇回去的 印尼的ETF 台湾有没有印尼ETF 我还不知道 好像没有 越南有了 越南有 我觉得你如果在越南经商 在越南做事 你一定懂越南股市 你当然可以买 但是很多投资人 都是听别人说的 自己并没有真的 听人家说 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买台股的ETF 是资讯大家掌握度最高的 所以我其实比较倾向大家去买你熟悉的 像去年大家觉得台股啊 一万五一万七一万八千点很高 大家回去把台股的ETF卖掉 去买陆股的ETF 完蛋了 去年陆股才涨3% 台股涨了23%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笨问题 你的问题都很聪明 我真的是个笨问题 因为以前也讲过嘛 比如说我百分之百 我50块涨到100块 我就是百分之百 对不对 那我100块跌了 跌了80 这样讲好了 100块跌到80块 跌20% 80块涨回100块 涨25% 对所以如果说是100块 跌20%就是80块 但你80块要涨20%才到96块 没错没错 对所以跌的快 涨的慢 对 那那为什么 就是就是很多人赚钱嘛 又很多人赔钱 就是他这个 我可以问真的有笨问题 就是赚的钱的人 赚比如说我这总额 全世界的人赚到我们台湾股票的3亿 这边是不是就有人亏3亿 不会 股票跟期货不是零和游戏 我在任何书上 那个分享一个观念 谁说买股票 一定要卖股票 其实真正赚到股票的人 是张周萌 他一张都没卖啊 巴菲特 巴菲特 他有点没卖啊 是为什么要赔钱 大家想赚价差 其货是零和游戏 一群人赚3亿 另外一群人就总共赔谁 但股票不是 大家都把金融股拿来存股 像台湾的金融股 基本上是应该不会倒了 每年到大概有5%的股息值利率 我觉得很好 大家都买金融股 大家都不卖 是不是大家每年赚5% 谁说一定要卖股票 像0056我就不要卖啊 大家都买0056 但是有个前提 你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股票 因为你要投资 你要企业要往前 就像为什么台积电这样的状况 就他有一些钱 他配的不多嘛 但他要钱拿去投资 没错 但是金融股大部分把赚的钱都配给大家 这讲难听一点 金融股比较没有成长性 但台积电有很大的成长性 他不会把钱通通发给你 像今年很多人就中刚配3块 他们就说他这样配这么多 他以前都只配0.3或0.5 他配这么多 我觉得这个就是波动太大 但金融股基本上是很平稳的 他没有暴起暴落 而且台湾的金融管制这么严格 一个银行要倒掉是不容易的 那这么多金融股又优先 比较建议大家买官股 官股相对又比民间的银行更稳定 然后金融股又分寿险还是全银行 我觉得受险其实怎么讲 他的利差已经越来越小 对 那我觉得商业银行的相对好一点 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控稍微好一点 那问一下大叔 就是说有一些朋友 我认识几个朋友 因为我以前在证券公司上过两年班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从来都不买股票 他都是放空放空放空 他说其实放空比较容易赚钱 绝对不可以 这个绝对 你这朋友是太厉害的人才放空赚钱 大家绝对不要想说放空赚得到钱 这个太难太难 尤其我们的心理 我们就说我们没有这个房子 我们先把这个房子给卖了 因为你手上没有 你卖了以后等它跌了你再买回来 那你如果卖了这个股票 你手上是没股票的 而且台湾股市这几年来都是一路上涨 没什么股灾 放空其实不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做期货 或许他很厉害 有机会赚到钱 但是股票放空真的不要轻言尝试 情愿没有赚到他上涨的钱 绝对不要看衰他 这样我举个例子 台湾股市不是一路上涨吗 所以大家去买一个放空的ETF 就是台湾元大台湾50 反一 反一 完蛋了 他锁住获利 他这边买这边卖 他想说锁住 对 但我觉得这太难太难了 听众朋友 千万不要以为你很厉害 真的 你要把自己当作笨蛋 要认命一点才真的赚得到钱 听众朋友 乐活大叔跟大家讲 还有我 我其实也不会 所以呢 所以不是说我们笨 其实我觉得既然有比较简单的 无脑的投资 我们为什么不无脑投资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今天邀请到了乐活大叔 施生辉 施大哥 那请大家呢 可以订阅他的方格子 那他有一些专栏 不过他自己的这个脸书 如果你去看的话 他大概写的都是电影 没有没有 乐活分享人生 还是都写投资理财 还是投资理财 不然写电影 大概就没有那么多粉丝了 就没事就在登山嘛 我看你在运动嘛 因为那个真真教练是你女儿 对对对 我想跟他一对一 你就说真真教练现在很满 我是真的想要一对一 没有问题 但他最近很忙 稍微等他空一点 那个学员慢慢都没有 没有继续续阅的话 才有机会啦 等学员慢慢练到有 因为我你知道 我们这个年纪 要练的是那个肌肉 肌力 因为你肌力不好 你没有把他撑你的 不是速身的问题 是肌力的问题 当然如果速身也很好 真真教练 其实不是学体育的 对不对 当然不是 他是学商的 他这后来就是 自己爱上了健身 自己去进修的 他好厉害 所以我现在乐活大叔 也是我真真教练的学生 然后你有双胞胎 你有三个孩子 对不对 就是退休的时候 当时被迫退休的时候 其实小孩子 还在念大学跟高中 没有没有 是高中跟国中 更小一点 高中跟国中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经济上 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真正困难的是 社交圈逐渐缩小 而且我很担心 三个人说 原来打开notebook 买卖股票 就可以过一辈子的话 那我也要这样 对那就还好 还好他们没有 这种错误的观念 我觉得年轻朋友们 千万不要以为 去年啊 你真的有赚到钱 就以为你是少年股神 把工作辞掉 对 我觉得薪水 还是非常重要 但是纯粹靠薪水 买不到房子 一定要靠股票的帮忙 其实现在买房子啊 我认为就是 头期款有点难 后面的房贷 其实跟房租差不多 听众朋友 如果你正在缴房贷的 我一个最简单的建议 千万不要急着还 怎么做呢 现在利率一%以下 1.3%嘛 你就假设你在赵丰金借 1.3% 你就去买赵丰金的股票 可以给你5%的股息直利率 不就白赚3.7%吗 对我跟你借房贷 可是我付你1.8% 但是你的股利我拿到5% 对对1.3% 这不是摆明这套利吗 而且当然有人说 那如果那个 脚管期限拉很长 利息不是要缴更多吗 没错啊 但是股息赚更多啊 对哦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房子是确定的 那个股票是想象的 可是我有些朋友喜欢 这样一点一点 缓一点 十万十万 我觉得真的不要 像我们那个年代 我1990年 买我低栋房子的时候 那个利息是12% 当然要急着还啊 那么重谁受得了 对 现在1.3% 真的是很轻松 但是很多人就说 如果买台积电 200万 现在赚多少钱 如果200万 可能买不到房子 当然头期款会有啦 如果我书上有一篇 我第一季写的 对 我觉得如果去年 订你的那个 200万 去买房子 现在一定很开心 当时如果有人赚到200万 他把那个200万 拨出来去买房子 对 现在高兴了 高兴 因为去年第四季涨太凶 那200万去买台积电 大概那个时候 只能买三张 三张 到现在也没赚到多少钱 因为那个600块 现在在60几 610块嘛 就算了 就算台积电 真的让你赚到钱 就算你买到500了 现在600 一张赚10万 三张30万 但是房子一定确定在那边 大家对台积电的 都是想象的啦 我不说台积电 真的没有那么好 我只是说 你真的确定 你知道他有那么好吗 这很重要 房子是确定的 但如果说你是时间拉长 然后你的资产配置 你可能有个5000万 跟我们不一样 你觉得 我可以放一点 你要等他1000 我觉得也OK嘛 对 他真的 我也自己觉得 他一定会到 只是时间而已 也就是你就要锻炼好 自己的身体 台积电会到1000块 台股会到25000 那那个0050会到200 他是就是联动的嘛 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 台积电会到1000块 你其实也可以买0050 他会到200块以上 对不对 我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买ETF 不买个股 因为个股有他自己本身 经营的风险 还有产业的风险 那ETF因为完全分散风险 相对安心 好 那我们刚刚要讲到 就是讲到什么赵峰金啊 等等等等 那回顾来看的话 有人就说 那投资股票 就是你大叔就介绍这几档嘛 我要多一点多一点ETF 我人生才会开心 不然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要干嘛呢 对不对 但是我要换个角度想 投资无聊 人生才有聊 才可以到处去游山玩水 不然你游山玩水 每天抱着那么多个股 你很焦虑 都玩不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我是希望把投资 越简单越好 基本上这本书里 我只讲了三类股票 三类 对 一类就是 ETF 一类就是像台积电 追求成长的 一类就是稳定的 就是像赵峰金 台积电赵峰金 0050 我都是举例 它是这三类股票的 代表性的东西 那比如说台数南亚也算吗 台数南亚我归类于是跟那个赵峰金一样的 哦 它们很稳定 但是它们没有爆发的成长力 那我们各类股可以买各类股的龙头 那就干脆买ETF嘛 对 对啊 不必自己去组合了 那就是0050了嘛 比如说你塑胶股 你要买台数南亚 对不对 然后你食品股 你可能要买统一什么什么 那你就是一篮子股票 就是0050 没有人有那么多钱 可以50档都买嘛 干脆就买一个代表50档的ETF 不是很轻松吗 这是所有庶民都做得到是 是 我们不像张忠萌那么有钱 郭台铭那么有钱 每一只都可以买一张啊 对不对 凭良心讲 刚刚乐活大叔说的没错 就算张忠萌跟郭台铭 他也不会这样做 他还是回到回归本业 他自己了解他自己的产业 他都不卖嘛 这才会赚大钱 也就是说呢 其实你还是努力工作 然后呢 用投资的方式 这样大叔的方式 教大家就是 每个月可以加薪 这是最重要的啊 那今天非常谢谢 施生辉大哥 介绍这本ETF实战周记 商周所出版的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